高雄田辽区为了确保南安里居民的安全 动土仪式在市长城居的共同欺负下 将在11月进行浦顶桥改建工程 浦顶桥因为多次的豪雨冲刷与风化侵蚀 导致桥面混泥土保护层剥落 钢径外露已经影响到居民的通行安全 浦顶桥是我们产业区六万里 当然我们要对外连路最重要的桥 几个变 特变 峰台 或是荷楼很大 都把桥已经是一间枯了 桥面也都已经是土 不管是粉泥土或是钢筋水泥都外露 所以这个部分的结构上费合 有一些问题 所以为了让我们这些残料 我们这些胸心是大 更保证我们的人 或是风波更大 为了我们当地所有市民朋友的安全 所以市政府决定 把这个业中心再来做 更保证我们的人是安全 不只桥梁结构受损 宽度也消险不足 造成居民汇车困难 这次的改建工程是由中央与地方各出一半 针对桥梁现有的情况进行整体改善 计划将桥梁拓宽 加强河岸的保护功能 提升居民的用入安全 再次的改建工程是市民部 在民国工程上 当地参加工程中心 是这些国家民部产生 柄东西 之后 不够 所以美国在上 改建后 迭域 18公市 18公市 断市 73公市 就用 这项工程预计在今年的11月动工 明年的7月完工 在县市合并后 市府除了普顶桥的改建工程 也积极推动各区的改造计划 在未来也会陆续规划各项市政建设 希望能提升大高雄市民的生活品质 记者郭俊廷 吴宇芳 高雄采访报导